哈嘍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片頭 那歡迎回到我們1.20速器生存喔 今天的話呢是第49集 沒有錯 那上一集的話呢 我們不就是去了阿洛加勒之後呢 把他的藥水都偷光光了喔 也沒有說偷光光啊 就是盡用了他的藥水喔 來完成我們的一個成就 沒錯 也就是這個猛烈的雞尾酒喔 同時擁有所有藥水效果 那我們也順利的成功解到了這個成就啊 沒有錯 不曉得阿洛看到我 在他那個釀造室外面蓋的那些黑曜石 有什麼想法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來幹嘛呢 因為目前的話呢 我是想要來蓋一個炸樹機啊 對 那這個炸樹機就會需要用到非常多的骨粉了 對不對 各位 但是有一個問題啊 我現在家裡骨粉特別少啊 然後還有之前蓋的那個 先人掌骨粉機 呵呵 大家應該知道他效率有多慘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喔 呵呵 25個 過了這麼久才有25個而已 不行不行 這絕對不夠我們炸樹機用啊 所以的話呢 我今天想要來蓋一個骨粉機喔 對 就是紅石機關 然後是使用苔藓方塊來獲得我們骨粉的一個機器啊 這樣的話我們可以獲得骨粉的效率也大大提高 炸樹機也才可以正常運作嘛 對不對 喔 對了 然後今天好像也是萬聖節吧 喔 對你們來說應該是昨天喔 祝各位萬聖節快樂啊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過去玩什麼 呃 恐怖密室逃脫之類的 希望是你們沒有被嚇到啊 反正我是沒有啦 我是待在家裡啦 呵呵 好啦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現在馬上就去準備材料吧 OK 各位 我們的材料已經收集完畢了 就在這個劍幅盒裡面 嘿咻 那沒錯 這個骨粉機呢 要用到的材料就是這些喔 有沒有 看起來還蠻容易收集的吧 比較難收集的應該就只有這個苔藓方塊喔 因為要先找到蒼玉洞窟 然後再來的話呢 這個地板門的話 什麼類型的地板門都可以喔 對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帶著這些東西 來選一個比較好的地方來蓋吧 那畢竟我們要蓋炸樹機的話 骨粉機蓋在旁邊應該會比較好一點吧 所以的話 可能大概抓個 這個地方好了 中間這邊可能蓋個炸樹機吧 對 所以的話呢 首先的話呢 我們先放我們的箱子喔 這裡就是我們收集骨粉的地方 然後呢 我們旁邊放一個漏斗 接著像這樣放一個L字形的方塊 然後呢 在這個缺口這邊填上一個任意方塊喔 接著這邊也放上一下我們的平滑石頭 然後下面這個方塊就可以給它打掉了 接著呢 在漏斗旁邊這一個呢 放上一個紅石比較器 然後這邊兩邊呢 再放上我們的紅石粉 放了之後呢 在漏斗的這一個呢 放上我們的兩個投資器 放了兩個投資器之後呢 上面放上一個發射器 對 沒錯 就是這樣的一個順序喔 然後這邊的話呢 放上一個紅石火把 然後來到背面這個地方 這邊呢 放上一格方塊 然後上面放上紅石粉 放了紅石粉之後呢 這邊墊上兩格 然後放上我們的平滑石頭 然後呢 再用泥土墊上兩格 接著呢 下來這個地方 把這個泥土挖掉 在這裡放一個朝下的偵測器 就像是這個樣子 然後上面這邊就可以打掉了 然後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給它疊出來 這邊的話呢 要往出去四格寬喔 像是這樣 這個算第一格 1 2 3 4 好 然後這邊呢 再多鋪這三格方塊 然後接著的話 這邊放上我們的紅石中序器 然後的話呢 是要兩個Tick喔 再來的話呢 這邊個別都放兩個紅石粉 像這樣 然後呢 朝向這個方向 放一個紅石比較器 然後一樣轉過來 這邊呢 也放上一個紅石比較器喔 然後的話 我們過來這個 角落這個地方 我們要在這裡做一個小小的階梯 就像是這樣 先疊上來一格高 然後呢 再疊一格 接著放上泥土 再疊上一格高 然後剛剛的這些墊腳方塊就可以給它挖掉了 那我們現在呢 先借一個紅石粉上來 放上一個中隙器 然後最上面這邊呢 就是我們的紅石火把 就像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的話呢 我們先回來這個前面 然後這兩個輔助方塊也可以給它挖掉了 好 然後拿出我們的漏斗 對著這一格 投擲器 放上一格 兩格 三格 四格 五格的漏斗 接著呢 拐個彎 放一個漏斗 就像是這個樣子 那後面這兩個的話呢 就可以放上我們的堆肥桶 然後上面一樣要放上我們的漏斗 然後呢 這邊我們往外延伸出兩格方塊 然後接著呢 要往這個方向疊七格 呃 這個不算 所以的話呢 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就像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邊的話呢 是要疊九格方塊哦 一樣 這個不算 所以是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然後的話呢 就可以把這些全部都接起來了 接到那個漏斗那邊哦 就像是這個樣子 OK 那現在的話呢 非常簡單 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們來把中間這邊全部都給它通通填滿 就像是這樣 OK 有了 哦 然後看到我發現到了什麼 萬聖節專有的怪物耶 呵呵呵呵呵 南瓜頭骷弓耶 哦 他怎麼穿不見了 那鋪好了平台之後呢 我們從這個紅石火把開始 先疊一格 然後呢 延伸出像這樣 然後這邊呢 比較特別一點哦 在這個地方呢 要放上三個熔爐 然後平滑石頭 再放上三個熔爐 好 放了這些熔爐之後呢 我們這邊先像這樣給它接過來一點點 那到這個地方之後呢 我們要像這樣鋪哦 就是在這一格 還是兩格的地方呢 給它鋪一個像這樣的形狀出來 接著呢 鋪了這個形狀之後 從這一格開始呢 要放上我們的活塞 就像這樣 一 二 三 然後中間一樣一個平滑石頭 然後再一 二 三 沒錯 就像是這個樣子 那中間這邊的話呢 在這個發射器上面 直接放上我們的台險方塊 沒錯 那放了這個台險方塊之後呢 我們要在這邊鋪一個 七層八的空間哦 就是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然後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沒錯 就是這個空間呢 全部都要放上我們的石頭 這樣的話 我們台險方塊之後呢 被灑骨粉了之後 才可以蔓延到這些方塊上面 這樣就可以製作出 更多更多的骨粉了 沒錯 所以的話 來 先把這邊都給它填滿一下下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這邊可以多做一個額外的步驟哦 如果你想要收集那些 呃 就是台險方塊的一些掉落物之類的啊 你可以在這邊就是 多弄一個收集裝置哦 就是這邊墊兩個泥土 然後再放上箱子跟我們的漏斗 這樣有一些 呃 這個 海險方塊掉落物呢 就會掉進這個 就會掉進這個漏斗裡面 就可以被這個 箱子給它收集起來哦 沒有錯 就是 就是這個其實可以就是 就是收集一些垃圾啦 簡單來說 這個要或不要都是可以的哦 那這邊的話呢 就再多做一個開關 就是這裡的話呢 放一個紅石火把 下面再放一個拉桿 這樣的話呢就可以控制 要不要收集這些 這些奇怪的東西了 對 那我這邊的話是打開啦 我是不想收集這些東西哦 這樣的話這些東西 就不會掉進去箱子裡面了 沒錯 那下一步的話呢 我們在活塞這邊 給它像這樣直接接過來一整排 對 把上面這邊堵起來哦 這邊也一樣 然後上面的話呢 也像這個樣子 對 就是給它做出一個隔絕哦 然後的話呢 中間這一格 給它挖開 然後這邊放上一個方塊 然後就是放我們的水了 我們在中間這邊呢 放上我們的水 然後呢 在邊邊這邊 倒上一桶岩漿 那另外一邊的話也一樣 這邊也倒上一桶岩漿哦 這樣的話底下這些 就會變成石頭了 沒錯 然後呢 我們來到後面這邊 這個活塞這邊呢 我們在這邊後面都 各別鋪上兩格框的方塊哦 就像是這個樣子 接著呢 在這裡呢 放上一個方塊 然後呢 就可以把這個泥土移掉 在上面放上一個拉桿 然後再加上一個紅石火把 那現在的話呢 我們要來做個計時器哦 這邊的話呢 直接一整排的紅石粉 給它放過去 然後切記 後面這兩個呢 可以把它打掉哦 因為不需要那兩個方塊 然後這邊的話呢 再多放一個紅石粉 接著最尾端這邊呢 放上一個紅石中氣器 然後把延遲調到最高 然後再多放 再多放一個紅石中氣器 延遲也是拉到最高哦 然後 其實這邊都一樣啊 這邊第三個呢 延遲放最高了之後呢 嗯 理論上來說這個計時器應該就會正常運行的哦 那這邊的話 最後一個的話呢 放兩個延遲就OK了 就像是這個樣子 然後的話 我們走來剛剛這個收集地方這邊啊 我們這邊呢 也給它多加蓋一層 像這樣 然後這邊的話呢 也一樣 一路給它接過來 然後勾到這個地方 就像是 這樣 OK 然後呢 你就會發現到這邊 這個是 普通的方塊 然後是 石頭 然後這邊是收集東西的地方嘛 對不對 接著的話呢 我們要在普通這邊 上面放上我們的 紅石粉 就像是這樣 接著的話 要放上我們的 地板門 就會是像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大家應該就很清楚了吧 我們就是要來 那個 把裡面都填滿水哦 所以的話 稍微撈一下水 然後呢 就可以直接倒了 對 就是 只要把這邊填滿就OK了 就像這樣 然後呢 下來這個地方 這邊兩邊呢 也要放上我們的水桶哦 這樣的話 才可以收集到所有的東西 好啦 那基本上我們的農場 現在就完成了 沒錯 那首先的話呢 是這個計時器 如果沒有需要用到的話 其實是可以把它關掉的 這樣的話 就不會運行的哦 那 再來說呢 我們現在要使用 我們先把它打開 然後 接著的話呢 我們下來這個地方 我們呢 先走進來這個地方 然後把這邊給它挖開 那這個最上面的發射器呢 要放上我們的骨粉哦 我這邊的話是推薦 可以放越多骨粉越好啊 因為這個裝置的話呢 它會需要一個 啟動的器件吧 只要上面的發射器 收集到足夠的骨粉了之後呢 它才會開始生產出 屬於我們可以使用的骨粉哦 因為這一台機器的話 它會自給自足啊 就是 所獲得到的骨粉呢 會又跑回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不斷的提供這個 發射器這個骨粉 所以的話 你想要加快進度 收集到骨粉的話 你就必須在上面這個 塞上更多的骨粉哦 對 然後這隻殭屍是怎樣啦 那我這邊建議的話 是放一組以上啦 那我現在的話呢 就先測試一下 放個一組好了 沒錯 然後放了之後呢 這邊就可以蓋起來哦 要不要蓋回來都 應該都是沒差啦 那麼理論上來說 我們上一道這個地方之後呢 對著這個台險方塊 灑一下骨粉 這台機器應該就可以 開始正常運作了吧 來來來 試試看哦 嘿 哦 有了有了有了 它開始正常運作了 應該會正常運作吧 看一下它有沒有生長出新的哦 有有有 活塞在把這些台險方塊呢 全部都推掉 哦有了 有正常運行 那這邊為什麼放這個熔爐的話呢 如果沒記錯的話 熔爐好像是不可以被推的方塊哦 所以的話 這樣的話我們的台險方塊就 不會被推掉 然後 也可以一直就是 循環這個機關哦 哇 那這樣的話 看起來這個大成功耶 我們先來稍微看一下 有沒有一些庫存好了 我們再來這邊多塞一些骨粉吧 沒錯 那居然都 那居然這個機關都完成了 我們稍微來掛個 一個小時吧 看一下這個收穫 可以收穫到多少哦 希望是可以收穫到 超級有力多骨粉的啦 好啦 那我們就 等一下見吧 各位我們稍微 差不多掛了一個小時 再多一點點吧 其實我有忘記是多少了哦 那我這邊事後也有改造 把這邊兩個堆肥桶呢 變成了四個堆肥桶 這樣的話呢 效率會更快一點 其實紅石這個東西 本身就是靠大家的創意啊 大家想要怎麼改就怎麼改啊 這個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只要你不要把本體弄壞就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哇 有四組多耶 其實還不錯對不對 比起我們之前那個 好太多了 然後這邊 哇其實也超多的耶 我們本來就只放一組哦 所以的話是 四組五組六組七組八組 九組 九組 應該是九組再多一點啊 像是這邊底下還有哦 所以的話呢 是可以獲得大概九組多的股粉哦 只是有些股粉 跑回去這個機器裡面了 哇 相信這個機器再多開幾陣子 就可以提供我們炸術機 足夠的股粉啦 那我們下次的話 應該就會蓋我們的 自動炸術機了吧 對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 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讚 幫我點個分享 不妨再幫我點個訂閱 記得打開小鈴鐺 如果想要收到影片最新通知的話呢 可以加入我的第一線選組 那我是片頭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 掰掰